題目喔,說簡單也不簡單 等一下 我要做的事情可能也沒那麼容易喔 來,給他兩個讚 他說有一個兔子喔 欸,這個叫做腳兔三公 兔子 兔子 兔子怎樣 兔子跟誰有關係 兔子跟誰有關係 為什麼跟兔子有關係 兔子 他說兔子挖了三個可以藏身的洞 欸,請注意喔 這三個洞是不一樣的喔 這三個洞我們給他名字好不好 ABC 那今天小兒子跑來說 欸,兔子有兔子可以開啟 然後我們說看什麼東西 欸,ABC三個洞啊 欸,快點啦 跟著一起畫 然後他跟你說 這個兔子每天晚上 都要躲在這三個洞的其中之一 來躲避他的敵人 那麼未來五天晚上 兔子有多少種長生的安排 未來五天 我們就給他編號碼 比如說禮拜一 好,跟著我一起也不會害你 然後再來禮拜二 對不對 然後再來禮拜三 禮拜四 好,禮拜五 對不對 這種題目又說很簡單的話 其實他也很簡單喔 請問你喔 這個 這隻Rabbit 這隻兔子 欸,我問你 他禮拜一 他有幾個洞可以選 三個洞可以選喔 所以他有三種選擇 對不對 對吧 你看嘛 他星期一的話 他是有三個洞可以選 你用書狀圖去想 他禮拜一 他可以選擇去A B 或者是C 這個是禮拜一 對不對 啊,請問你 他禮拜二可以選擇去哪裡 一樣是ABC 三種選擇啊 對不對 你用書狀圖去思考 你就會覺得這本來就是這樣 然後第二天有幾種選擇 三種 這樣搭配出來是不是九種 然後到第三天 請問你 他還是有幾種選擇 三種 第四天也是三種 第五天也是三種 所以這一題答案是三的幾次方 欸,幾次方 五次方 答案是多少 兩百多少 四十三 欸,這樣可以嗎 很簡單吧 好 好 然後我們班的同學 我要你做另外一件事情 欸,我要你用窮舉法 把這兩百四十三種把它舉出來 可以喔 可以喔 但是我要你做分類的窮舉法 因為我跟你講 很多學生都說 這很簡單 三的五次方啊 有一些老產會把它寫成五的三次方 我先跟你講喔 這種重複排列 學生的第一個盲點是什麼 他有時候題目的情境 他會有一點混亂 所以他會有一點會搞成 三的五次方 還是五的三次方 欸,有人會這樣喔 這是第一個 有些人會突然搞不清楚 欸,到底是三的五次方 還是五的三次方 就是誰選誰 你知道嗎 就是會有一點混亂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就是 他也只會這種做法 你跟他說 你窮舉給我看 我不會,我就只會這樣做 這樣也不行 你說老師,窮舉 這靠,這怎麼窮舉啊 欸,我們來窮舉一次啊 大家一起來啊 我跟你講 窮舉法真的太重要了 欸,怎麼窮舉 很簡單啊 五天都住同一個洞格 這叫五童啊 可以吧 我窮舉給你看喔 反正我們有時間嘛 我們窮舉給你看 我問了五童的情況有幾種 三種啊 三種啊 哪三種 我需要列出來給你看嗎 我列給你看啊 A,A,A怎麼樣 A,A 五童嘛 然後再來就是B 五天都住同一個洞 這樣可以吧 很累喔 天都 這窮舉 這誰不會啊 累個屁啊 所以請你告訴我 五童的情況有幾種 三種 有三種啊 好,那我再問你喔 五童的下一個是誰 四童 四童 對,四童怎麼樣 一億 一億 來,我等你 我現在需要同學動筆去算一點 四童一億有幾種 誒 現在我再讓你分類喔 你不要放下哪一塊臉 四童一億 是 可以 請去 你不會想到日方嗎 好啦,趕快寫 四童一億有幾種 呃,六 6 不對 四童啦 我要你們連 你們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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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窮舉都會有問題 四童一億啊 其實還好喔 不會很多種啊 15 15 9 9 我就怎樣連窮舉法真的不行 四童一億呢 譬如說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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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對不對,四同一億 然後因為你要考慮順序喔 所以這個要做什麼? C5 你現在其實不要用到什麼C啦 我現在要問你一件事情好了 四同一億的話 這個做直線排列的方法有幾種? 我先看A,B,A,A,A 應該是5階 再除以幾階? 4階 所以會有幾種? 會有5種 哪5種? B,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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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A,A,A A,A,B,A,A A,A,A,B,A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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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5種啊 就你懂我意思的啊 我只是窮女而已啊 我什麼了不起 3死吧 3死吧 OK 快點 我現在已經幫你起個頭 請你告訴我 四同一億 這個情況總共有幾種 趕快算喔 我現在等你喔 四同一億的情況有幾種? 你現在算 三十 三十 三十種 有沒有人不知道這三十種怎麼來的? A,B,A,A 對 對 六種情況 每一個都五種 好 確認你把這三十種都算出來 我們再往下 快點 我要你這三十種 我沒有要你三十種都列出來了 我要你知道它的長相 然後 你知道在這個範圍裡面有三十個可能性 好 欸有三十種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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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什麼啊 唉唷 那全部都寫出來 我沒有要你把三十種都寫出來啊 啊 你不是說了 要三十種列出來 都要列出來 列出來 我只是要你列它的長相嘛 就是你知道它怎麼樣 然後成幾接除幾接這樣子 這一類有幾個 我們把它切成小類小類 這樣去分就好了 對不對 這是我的類似這種窮局 我不是要你兩百四十三個 寫出兩百四十三個 我是瘋了嗎 我沒有你這樣做 我只是要你把它切成一小類一小類去做嘛 欸那我問你喔 如果可以的話 四銅一億再下來是誰 三銅兩億 應該是三銅怎麼樣 兩億 好 有三銅兩億 但是你還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三銅兩銅 還有三銅兩銅 來寫上去 我現在給你一點時間 完全錯了 來三銅兩銅 欸可以算喔 來你算一下 三銅兩億有幾種 考試的時候這樣 可以啊就用這樣啊 因為我跟你講 考試很多題目 是沒有辦法一個式子就完成的 現在學生也不會考說什麼 喔什麼三的五十方 你覺得他會這樣考嗎 那是不可能的 他會把題目包裝 然後他會要你做分類 那你說我排隊主要很強 我要用一些特殊技巧 你有本事你就用 你有本事你就用 但是你要真的很厲害才可以 那如果不是 那如果就是說 啊我不行 那你就慢慢 切成小塊小塊去分類討論 我覺得分類討論 對你們來講是比較穩妥的方式 他會慢一點 但是你時間絕對夠用 你考試一百分鐘啊 一百分鐘其實很漫長 你知道嗎 聽說今年的學測有人寫 二十分鐘就寫完了 八十分鐘就一直檢查 一直檢查 一直檢查 檢查完了都 確認自己一定是輸 一定是一百分 因為題目真的很簡單 有二十分鐘就寫完 誒 怎麼一下就寫完 二十題 二十題 二十題一百分鐘 對 一題至少有五分鐘可以寫 而且有些題目 你一看就知道答案 會考試幾題 好啦 二十五題 好啦 那不重要嗎 誒快點 三桶兩億 有幾種 八十 不對 你看你們連這個都不會算 三桶兩億 三桶兩億 六十 六十很好 我聽到正確答案 只有六十種 來 沒有穿出六十種的自己想一下 一定要穿出來 好 來 那接下來兩桶 三桶二桶 你知道什麼是三桶二桶嗎 比如說 A A 然後怎麼樣 BB 這種叫三桶二桶 但是你還要做什麼 還要做排列 這個出來應該是五階 再數幾階 三階 二階 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這裡會有幾種 這裡會有十種 然後你就要考慮這個十 對不對 這種情況會有幾個 這種三桶二桶的這種情況 所以這一題答案一定是十的倍數 這答案到底是多少呢 六十 六十很好 來 答案是六十 OK齁 就分類而已 好 那請問你 三桶二桶三桶兩億我們都弄完了 那接下來應該是什麼 如果分類來講的話 接下來三桶二桶的下一個應該是誰 蛤 接下來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兩桶了吧 然後兩桶 可以考慮兩桶三億 然後還有一個是什麼 還有一個是兩桶 兩桶 怎麼樣 一億喔 不會有兩桶三億的部分嗎 蛤 不會沒關係喔 我們先把它列出來 不會再刪掉 對不對 這樣可以喔 欸 同學兩桶三億沒有吧 不可能有兩桶三億 所以我們把兩桶三億 這個情況寫出來 但是把它畫掉 代表說你有考慮到這個情形 但是這個方法數是零種 因為這個題目裡面是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的 所以你現在花一點時間 兩桶兩桶兩一 兩桶兩桶一一 這種情況有幾種 你知道這什麼意思嗎 這個就是譬如說 怎麼樣 這個就是兩個A 然後兩個B 然後一個什麼東西 一個C 兩桶兩桶一一 對不對 你要考慮直線排列 所以它這邊會有五階 再除以二階 二階 五階是多少 五階是120 對不對 除以四 所以這邊有幾種 這樣子就有三四種 其實你只要把那個一億挑出來比較好 所以你知道這題答案是多少 這一個分類是多少 兩桶兩桶一億啊 要想那麼久 幾種 你們就連分類都不太會分啊 幾種 不是AAVBC嗎 再來就是VBCCA 再來就是AACCB 不是這樣子嗎 對吧 所以答案應該是幾種 90 90種 我應該沒寫錯吧 對吧 好 那我再問你 接下來在分類應該是什麼 全部不一樣 全部不一樣 叫做什麼 叫做五億啊 對啊 五個都不一樣啊 可是五億 在我們這個題目的設定裡面 這是不可能發生的 好 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答案加起來真的會是243嗎 是喔 這裡加起來是 欸真的嗎 是啊 欸真的是243欸 欸真的啊 對不對 分類的訓練是很重要的 我再講一次 如果你會3的5次方 這個是大家都會 沒什麼了不起 啊有些老常會看成5的3次方 我跟你講會反過來的 我跟你講有些人真的考試會反過來的 好 那這個題目我們就很快的解完齁 來接下來我們看下一題 欸 欸真的喔 有些人會反過來寫喔 欸我們再看下一題 他說自動販賣機喔 有六種飲料可以選擇 有三個人 好那我建議你喔 考試你就畫圖 這裡有一台vending machine喔 這個就是自動販賣機對不對 欸對吧 自動販賣機叫vending machine 你就吃吧 然後 他裡面有六種飲料 注意喔飲料都不一樣喔 叫AVCZEF 他有三個人嘛 三個人 這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人我們給他冰號 比如說這個是 周子妍 後面是誰呢 後面這高一點 這陳冠希 為什麼喔 這人高一點 這陳冠希 然後再來再找一個 這個是誰呢 王之誠好了 這三個人 去按那個 販賣機對不對 欸 我們來看一下喔 第一題 欸 你是臭小鬼 周子妍花太高了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 什麼周子妍花太高 周子妍花太高了 太多了 他在矮一點 他在矮一點 來我們看一下喔 他說第一個題目說 共有多少種選購方法 這種題目很簡單喔 欸我問你喔 周子妍他按販賣機喔 錢投下去 他有幾個飲料可以選 兩個 六個喔 為什麼是兩個 因為上面按不到 因為怎樣 上面按不到 按不到 外外機他那個按鈕在下面 好不好 前面第一個也在上面嗎 好快喔 你是不是那個 M3 按不到 叫陳冠希幫他按 欸 周子妍有六種選擇喔 他的飲料他就走了嘛 然後輪到陳冠希 請問你他飲料幾個選擇 六個喔 阿輪到王之誠幾個選擇 六個喔 所以這題答案就是六的三四方 欸 你們到底會不會啊 六的三四方 這題答案是多少 對 216 欸 很簡單嗎 對不對 對 是不是缺貨 欸 喔 我 我 現在喔 來 我們再看第二題 沒有沒有 我們先把第二題做完 如果三個人約定好 所選定的飲料 不可以一樣 他有多少雄選購方式 那很簡單阿 桌子圓有幾種選擇 六種 但是輪到冠希的時候 他剩幾個可以選 五個 然後再來王之誠剩幾個 四個 對不對 所以答案是多少 120 求你阿 你覺得這種題目阿 這樣做 你覺得這樣就會了嗎 當然不是阿 我們要不要窮舉看看 欸 求你窮舉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三桶阿 三個人都買同樣的飲料阿 對吧 阿再來是什麼 兩桶怎麼樣 對啊 一億阿 這很難嗎 分類而已阿 再來就是三個人買的飲料都怎麼樣 都不一樣 這個搭配我們後來學的組合 以後你學的更多 你在處理上速度會更快 但你現在沒關係 你就窮舉就好 欸 請問你三桶的情況會有幾種 六種 啊幾種 六種 六種 對不對 三個A嘛 三個B嘛 三個C 三個豬 三個E 三個F嘛 六種嘛 欸那我問你喔 如果是三億呢 三億呢 三億其實如果你熟的話你就知道 從這六個飲料裡面選三個 排給這三個人 其實如果用專業的寫法叫P6取多少 P6取3 那你如果對P6取3不熟 你沒關係你就這樣寫 你就寫6乘5乘多少 乘4 就好了啊 對不對 你知道我意思的 這種東西就是你熟了就覺得 喔喔喔就這樣 來那我問你喔 兩桶一億 這個會有幾種呢 兩桶一億 兩個人一樣 一個人不一樣 你數一下 我需要你那個數的過程 你數數看 兩桶一億 兩個人一樣 一個人不一樣 那就譬如說你要考慮什麼 譬如說AA怎麼樣 AAB啊 對不對 你這兩類AAB 不然你就BBA嘛 那AAB的話 這邊有幾種情況 三種 BBA也有幾種 三種 所以這種情況搭配出來 所以這種情況搭配出來